平川说电竞天天了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不一样的比赛 当然最主要还是平川用淬火版的客户端来解说这一场比赛 其实的话经典版也解说过了 想看经典版的同学可以往前翻一下 看一下本场比赛 双方的话地图出生在地图是TR归岛 出生在地图左半边的是红色的兽人选手 ID是Soy 目前韩国的第三大兽人 比较年轻的一个兽人选手 看一下他的对手 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 蓝色的暗夜蓝色的亡灵选手120 目前我们国内非常顶尖的优地 本场比赛是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也是八进四的一场比赛 八进四只有两名中国选手 一名是120 另外一名是15岁 其他六名选手都是韩国选手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我们看一下120这边首发的是DK死亡骑士 这个头像有点酷啊 看一下兽足这一边 兽足这一边首发的是剑圣 其实这个脆火板的客户端有很多皮肤的 比如说人族大发式 他有一个吉安娜的皮肤 吉安娜的话是一个小女孩 然后扔火球 但是他并没有骑马 如果有一个马骑我觉得会更帅一点 看一下本场比赛 继续回到本场比赛 收阻 造了一个商店 派一个小苦工去对方家里侦查一下 死亡骑士要走出祭坛了 死亡骑士 哇 死亡骑士这个披风有点帅 一发C 然后交给食食鬼去处理一下 死亡骑士的话 买了一个骷髅棒 连一下门口的411 你看一下剑圣 剑圣这个大刀好帅啊 其实爱于硬件音色 实际录出来的画面效果 和你真实在游戏里面玩的效果 还是有差一点 还是有一些画面损失的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下一个脆活版的 应该就是 关键你要用脆活版 我现在是的话 你好像要买这个重制版 因为脆活版是在重制版的基础上 进行优化的 继续看一下剑圣跑过来 商店里买了一个头缓 刚才打了一个敏捷加三的丝袜 这边练一下五级的蓝胖子 五级的蓝胖子还好帅 好 DK DK的话海归练完 这边看一下DK的装备 也是一个性感丝袜 加上一个智力加三的斗篷 这边继续来练一下这个3322 剑圣这一边我们看一下 哦 五级蓝胖子打了一个水晶球 水晶球可以撒一下 好吧 这边看一下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扫完骑士 给个正脸 给个正脸 好剑圣过来了 一刀 哎 抢了一个二级怪 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目前的话 兽族科技大概 本身的三分之二 亡灵这一边稍微差一点 稍微差一点点 剑圣继续在收割这边 落单的小狗 一个大忌 过来大忌大忌应该也是用来皮肤的 好 看一下 哎 这边一个小骷髅 侦查到一个剑圣 剑圣又反回头过来 又想拿这个五级的蓝胖子吗 好 确实是 剑圣继续过来偷一下这个五级的蓝胖子 哎 身上格子已经满了 我们看一下等一下卖掉哪个东西 屁啊 这个刀非常的长 好 打了一个大 还有一个大雪牌 大雪牌还是很舒服的 另外的话 两个大忌啊 追着一个小骷髅 再砍 砍了一半也没去追了 过来再去抓一下 哦 原来死亡骑士在这里 连这个332 卡个位置 卡个位置 剑圣过来了吗 剑圣的话 贴了一个曼梁 慢慢的要追过来了 哎 剑圣要砍一下死亡骑士 剑圣过来 一刀 哎呦 砍的还是小狗 好 二本身好的话 受阻二发的也是一个小歪 这边继续过来 哇 DK还是过来继续来练这个点啊 真的是对这个三级胖子 念念不忘 剑圣要不要结盘一下 让自己的大忌去追 但是怕 DK回来 所以说还是啊 大忌也不能够放松 剑圣目前的话 装备集合还不错啊 三个头环 加上一个敏捷加三 攻击力直接加九 小歪走出祭坛 小歪这个造型也是有点疯狂啊 感觉比经典版的话更酷一点 尤其是这个拿的这个飞镖 好 这边小歪过来大典 把这个七级的黑胖子给勾出来了 七级黑胖子太帅了吧 这完全就跟那个魔兽世界的boss一样 好 这边一个维莎把这个七级的十恩魔领主围住 看一下这一波十恩魔领主能掉一个什么神装出来 我放一个冲击波 好 这边打了一个末日号角 也就是死亡骑士的光环啊 邪恶光环 另外一边 亡灵 巫妖也走出来祭坛 看一下这边打了一个大无敌 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健身继续过来把这个点给收割一下 巫妖和死骑继续练门口这个七四四 七四四 你看这边是大无敌还是大卷 这边是骷髅 感觉骷髅和食尸鬼是不是有点难翻 目前全部的话都是骷髅 只蜘蛛倒是很明显 好 健身又过来 健身过来会抢把怪给抢掉吗 我们看一下死亡骑士啊 菁燕还是被这个 金燕的话还是被死亡骑士他没拿到 唉呀呀呀 无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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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发C抬了回来 便是哎呀 还是把这个四级怪给抢掉了 装备最后装备掉的一般 好像掉的是一个棒棒糖 棒棒糖直接用掉了 棒棒糖被剑胜给抢掉了 被剑胜给抢掉了 但是经验没有抢掉 这一局剑胜应该会躺了王林 很多的一些装备和经验 现在DK赶紧回家 买了一个粉 然后再买了一个球 给毒球给巫妖 巫妖这一波的话 伤害又更高一点 中间的话剑胜碰到了死亡骑士 剑胜要绕过来了 急风步一开要绕过来 又要抢这一波怪吗 看一下目前死亡骑士是598的经验 598 你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598受阻行 把这个怪给勾住了 这一波的话王林还是没有抢到宝 宝的话还是被小歪一个大篮 大篮很开心 哇 磕多 磕多很帅 老牛 三级老牛更帅啊 瘦组三本生蚝 三级老牛走出了鸡汉 这一波剑胜前期装备积累的非常的不错 闪电之球 三个头环 一个加三的鞋 那现在还缺一个魁靴 加六米的魁靴 双方这一波要正面交锋吗 剑胜往前一冲 直接就一个跳 不过王林贴了一个吼叫卷折 吼叫卷折一上来 老牛踩一脚赶紧撤 这老牛差一点被秒 老牛差一点被秒 剑胜在后面疯狂输出 这边撒了一把粉 剑胜不改现身了 一发NC老牛还是带走了 王林这边 王林这边 老二老三纷纷金光一闪 都升了一级 三级乌鸟加上二级的小黑 一发C再带走了一个大技 目前兽足的话 后继开始转这个牙签仔 也就是我们说的猎头者 又把一个猎头者给打死了 这一波王林贴了一个吼叫卷折 确实输出有点高 剑胜在后排切几个加血车 一个电球把它定住继续A 继续A 冰甲套上满毁灭飘起来 一发C又救了回来 小Y身上的话 末日号加上一个大蓝 可以去再买一个药膏 王林这一局 王林这一局的话碰到的剑伤 专备有点强 无敌的话应该多买一些 一不小心直接被秒 你看这水还有反观效果耶 细节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小黑 小黑的模型做得稍微有点小 不是很大气 看一下蜘蛛又出来 这一波的话要练这边大点吗 兽足好像也要过来了 但是有一个小骷髅 侦查到了一个兽足的动向 那这一波王林还是要练 还是要练 剑胜疾风步过来了 剑胜疾风步过来 来七级十人魔 剑胜一直往前踢 剑胜把无敌开了起来 剑胜无敌开了起来 哇剑胜拿到了装备加十二的攻转 这一局剑胜感觉非常的猛 哦呦 关键时刻老牛再一次被秒 王林啊 确实王林打得非常惨 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把对方老牛给秒掉了 我们看一下剑胜目前是加三十六的额外输出 有一个磕多光环 磕多的话是战鼓光环 然后小Y上面还有个邪恶光环 后续老牛的话又有一个光环 哇 这加起来 兽足三大光环 然后剑胜的装备也是极品 继续练一波 看一下这一练完能不能搞一个什么好装备出来 又是一个小头环之类的东西 现在剑胜只缺一个魁靴 差一个魁靴直接就是无敌的一个存在了 王林连一下自己旁边的这个大点 看一下六级神魔能掉一个五 这也不错 掉了一个艺人面罩 艺人面罩的话 法力恢复提高50%的速度 对于死亡骑士来说 这个装备确实非常的不错 可以很好的奶一下自己的一个部队 现在兽足也去练一下自己旁边的这个大点 要摸脚了 看一下六级大怪能不能出一个神装出来 现在剑胜只差 最后一个魁靴 那这个装备真的就好上天了 看一下装备 果然还是 果然是魁靴 那这一波剑胜加六名的魁靴 前击的直接加额外44的输出 老牛升到了二级 老牛的话老牛二级光环一升 战鼓光环 磕多光环 看一下这一波双方开始打一波团战 非常的混乱 剑胜后面各种杀对方的蜘蛛 灵魂恋也套起来 但是王林这边有女妖 女妖直接给这个剑胜贴了很多miss 导致剑胜输出概率有点低 双方继续各种硬拼 小便小黑一发C给救了回来 剑胜后期继续去砍一下对方的蜘蛛 砍完蜘蛛砍毁灭 毁灭一发C又抬了回来 但是猎头者骑射一下 这毁灭还是被杀 这一波小歪再一口奶 老牛身上没什么懒 本来会找机会去踩一脚 好看一下这波剑胜去杀女妖 女妖杀杀杀杀杀杀杀 女妖再杀掉一个 双方这一波团战感觉王林打赢了是不是 王林打赢了 但是后续的话剑胜 剑胜的残局能力非常强 继续追杀这个蜘蛛 目前王林英雄 小巫妖小巫妖差点被描 这边小黑也差点被描 双双顶起无敌 剑胜太恐怖了 好其实前期的话王林打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英雄没有什么蓝之后 剑胜后续的收割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好这一波打完的话 以兽足胜利而告终 那王林这一波成功撤退 只能说成功撤退了 目前王林是443的一个英雄等级 兽足的话看一下 兽足是4-2 这边442 买了一个迷你基地要开矿了 兼刃光环 老牛的兼刃光环 然后是科多的战鼓光环 然后再加一个邪恶光环 所以说这一局兽足集结了三大光环 然后剑胜的这个装备啊 基本上就是神装了 直接敏捷的话加了11啊 攻击额外加了44 这一局剑胜一个挑P的话 应该能到300左右 平A一下 平A一下输出已经是101了 平A一下输出都是最高 输出101 然后最低的话应该也有将近80 那平均的话平A一下90多滴血 跳P一下两三百 这一局剑胜 可以说就是无敌的存在啊 剑胜最好对还是买一个无敌 因为一界面可能对方英雄直接上一发NC 现在兽足分框开着 然后在中间等着亡灵 要和亡灵决一死战 亡灵这边女妖数量有点少 如果说女妖数量够多的话 可以把绿帽子也全部戴起来 目前女妖主要还是给对方的单位上一下miss 尤其是剑胜 后续的话女妖数量多 可以给自己各种什么绿帽子也贴起来 还能扛一些伤 一界面的话直接砍这个女妖 一刀两刀 直接把女妖给干掉 虽然还出了一个miss 剑胜又开始砍毁面 想把毁面给处理掉 这样和灵魂链可以套起来 剑胜升到了五级 五级剑胜一个跳皮 332 这332的跳皮 对于蜘蛛来说 确实不可承受之伤 现在要开始杀英雄了吗 小黑小黑小黑往后撤一下 大不对铁的一个加速往前冲 小黑怎么办 一刀一刀 小黑还是被击杀了 虽然说把沉默放出来 但还是被杀了 那后续的话 乌妖 乌妖被妖术 老牛一个踩 一发C 一发C 还还是抬了回来 但是又一个进化 好 乌妖 无敌 无敌贴起来了 无敌贴起来 差一点被秒 但是现在亡灵部队 也被对方切的差不多了 这边乌妖顶起了冰甲 还是被围住了 那DK呢 DK能来两发C DK再来一发C抬一下吗 好 一发C抬回来 但是这边又是300多的跳屁 这 无敌还是扛不住 好 无敌倒下 这边把小黑买了出来 鬼面飘了起来 这边还要坚持抵抗一下吗 DK DK被往下来好 DK也倒下 DK打出了激进 我们恭喜搜赢 这一局的话 搜赢确实是神装 三大光环 再加上剑圣的神装 输出非常的爆表 DK尽管操作已经非常的优秀了 但是没有办法呀 对方神装太强 好 喜欢这一局比赛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当然 你喜欢看最火版的话 记得留言 喜欢看经典版 也留言一下 这样评传以后 好好做一下趋势 谢谢大家的一个关注